道教電視頻道道通天地 由鳳凝仙館主辦 中國人有句說話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其實遇到一位好老師 得到的不單止是知識 而且還有一生受用的人生智慧 但究竟一個好老師 會否有甚麼面相特徵 可以看得到呢 今集的上游深深 唐忠信師傅就會跟我們分析一下 唐師傅 究竟怎樣為一個好老師呢 古代的教育機制和現代人不相同 通常我們作為老師都是一份職業 他受到這個人工 他又做到他的本分 這樣就算是可以了 但在我們的要求 所謂的好老師 傳統上要做到三件事 第一個就是授業 即是要把你懂得的東西教給學生 第二就是解劃 即要很多問題的學習 即是在過程中如何解決他們的問題 才可以進步呢 最重要的是好老師的條件就是傳導 傳導在我們用現代語言來解釋的話 就是除了要教你一身本領給這個學生 還要給他一條光明的道路 正確的方向讓他走 才可以 要喝的能力才可以叫作為好老師 那要做一個好老師 需要甚麼條件 這個條件當然不會說 做沙龍不做沙龍那些 應該是一個很熱誠的 應該是說 對一個超越了 即是他就當作一份工作了 是一個理想來的 作育英才春風化雨 做一種理想 這是一個要求 但現在當然你有理想 你也要有能力做到 你的能力不是你自己聰明 而是你現在是做老師 怎樣把你自己的一身本領 有方法地教給學生 當然有不同的教法 但基本上有兩大類 有些是所謂的嚴師出高徒 嚴厲 鞭賊 有些是比較柔和的 用一種父子 親口的關係 令對方同化給自己 學了自己的東西 兩樣都是好的 當然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做法 這些我們也可以 所以在面相上也有些端倪 還有以身作則我覺得也很重要 好了 知道以上的條件 如何是一個好老師 但在面相上 有沒有什麼特徵 可以看得到他是一個好老師 我剛才說 你要有熱誠 一個人的熱誠 冷淡 積極 還是消極 至少你要有熱誠 積極 這樣才會做 因為不是那麼容易 你知道學生有時很頑劣 很聰明可以很頑劣 他聽話 可能智慧又沒有那麼高 要教到死下死下又會 所以他的積極性 熱誠 內心 這些全部都在眼裡 先打底 特別是那個 夠不夠熱誠 看到他的眼 你就會看到一種光 那種光 就是一種 我們就說 作育英才 春風化雨 那種熱誠 你是會感受到的 你看著他 你就會感受到 這樣 這個是其中一個 很重要 我們不如用些例子去看看吧 好嗎 我們跟著這個例子 有鐵人教練的稱號 就是沈金康 他是香港單車代表隊的總教練 五度獲選為香港全年最佳的教練 33歲就是中國國家單車隊的總教練 而41歲來到香港協助香港單車代表隊 旗下的學生包括了大家熟悉的 黃金堡和李維斯 我相信五度獲得這個最佳教練 我相信是絕對一位好老師 當然 因為他這個最佳教練獲得之外 他的學生全都是遇滿全球 所以就是一個合格 我們覺得他是可以作育英才的一個老師 我們可以看看他有甚麼特徵 這位導師 他看上去其實不是那些很浮浮生輝的明星相 但是五官 你會看到他的眼 我剛才說了一種熱誠 我們不是看他的眼睛大 眼型是比較細小的 但是那個心懷是廣闊 這些其實是少見到的 因為通常眼小的人說 大就大氣一點 小就小就小一點 其實我們不是看型的 大家記住 大家記住 看這些神 還有除了這件事 當然我們經常都跟觀眾 去講解很多不同的特質面相 都講對眼 打底之外還有甚麼其他的特點呢 這個特點 作為老師也挺典型的 所以五官全部都不會說好 我們要發達相的那些 要怎樣高有智慧 我們看看五官 我們經常都說發達相的 不是這樣吧 你看他的鼻 眼睛比較細 眼睛比較細 鼻也是的 鼻子鼻準 這些都不是那些 那些叫甚麼 鼻是財白宮 很豐厚的那些 不是那些 只可以是風衣足食 嘴也是比較細 如果以男性來說 基本上五官偏少為主 但面型的線條比較柔和 只不過有眼神去支持他 有一種熱誠 而他這種熱誠 就去了作育英才的方向 代表他不是說 我教你 我要發達的 教到你發達我又發達 不是那些 純粹是心 希望將自己的所識所見 儘量傳授 讓一路發揚剛大去傳承 這些是比較傳統的 好老師的標準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他是一位香港著名的鋼琴家 他就是羅乃生 他出名是一個嚴厲的老師 而且他也指出 現在香港很多的家長 他們都會覺得 子女學鋼琴 其實是想他們成名的 但他就說 其實學音樂的事 就是希望子女可以套養性情 就不會說只是為了成就 也是一個好老師的點法 對 這個很明顯 跟剛才那位有不同 因為他的線條比較 就是比較淡淡一點 扔轉 女性應該比較柔 他就扔轉 還有我們知道 這些眼神也有熱誠 但問題是他比較利 就不是那些 拍攝頭 圍圍圍 就不是那些 情勢有一種很嚴格的要求 加上這個神 這個眉 眉是比較向上的 眉羊 我們稱為眉羊 就不是那種叫彎月眉 眉羊起覺 他要求很高 他自己對自己要求高 他要教你的時候 對學生的要求也是高 還有就是鼻 鼻直拳高 拳相對比較大 所以他要管 你學習的範圍 就算怎樣 即是你要跟隨他的套 這是比較嚴厲的 老師的一個版本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也是一位很出名的 香港的歌唱老師 就是許沛 他的學生非常多 而且很多都是一些名人 大家都說他是一個好老師 對學生像子女一樣 而且是非常關懷的老師 有人稱他為歌唱界的一代眾師 對 基本上我們看到這位好老師的面上 他本身很厚重 他擺出來 他不需要怎樣嚴厲 也會令你覺得要尊重他 尊敬他 好好地學習 所以他不是純粹拍拳頭 很好 不是那些 他比較中立一點 他也要求 不過他的要求 就是用一個嚴苛的方式去表達 下午和你姐姐比較親吼 但也不會親吼到過份 也會保持 像父母仔 對 親吼得來 還有一個 你是徒弟、學生 要聽教、聽話 也有這些 所以這個會適中一點 因為不會太放飲 也不會過份的苛求 相對地看到他的眉 比之前那位是比較彎 對,還有鼻子 眼神也比較柔和 這個眼神不算柔和 不算 不過是整體來配合 如果眼神也柔和 可能有時候會被學生欺負 所以一定要有一點神 那種神就算柔和 得來也要有一種 做老師的威嚴 這樣才可以 好,然後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這位是一個足球的教練 他就是曾偉忠 他教到球員的方法 就好像別人教小朋友 他就說譬如下場比賽的時候 不需要每次教練都要從旁指導 有時候要讓球員 他們自己去發揮一下 去思考一下 跟做人一樣 在這個經歷裡面才可以成長 這個就是一種比較新派小小的 一個教學的方法 就是給了一個指引 學生可以自己發揮 創意又可以 或者做法 從這個經驗裡面 去吸收一些技術 所以教學得來 他教學得來 有一點創意 所以你看到他的眼神比較清瘦 雖然他是教踢足球 所以你會看到 也不是普通運動員那種 粗豪性 當然他也有他的硬朗 但你看到他的眼神比較清瘦 這是一種智慧的表現 這是底子 而且清瘦得來 也是熱誠的 不會說很冷淡 或者看人不起 我們看到有些人會是這樣 覺得你不夠聰明 他又不會有心機教你 這些是比較廣闊的胸襟 而且面型各方面 再再表現他 他不會是罵人那種 除了以上的一些好老師 比較傳統的老師之外 其實現在的時代不同了 亦有很多比較新派 另類的老師 他們面上有甚麼特徵不同 以及每個好學生 又會有甚麼面上的條件 休息回來 稍後跟大家再慢慢介紹 稍後回來見 《道教》電視頻道《道通天地》 展現中華文化發揚道教思想 要重溫《道通天地》節目內容 可以登入 www.taoist.tv 回到第二節的雙右心聲 剛才第一節說了一些傳統的好老師 面上會有甚麼特徵和條件 這一節我又會跟大家說 另類一些 另類一些 現代的老師 師傅 好像現在的時代很快的部分 所以有時大家都會快些達到某些要求 只不然出現了一些特別的老師 跟傳統的有所分別 那分別在哪裏 首先我們傳統的老師 介紹了一些很好的 作育英才 有些比較平淡 我做完工作便可以 你成才好像未必要 有那種心去令你成才 但你說的另類應該是社會要求 譬如家長又對兒女要求 望之成龍 要達到要拿很高的成績 考試要頂尖 出現了一些另類的教學方式 所謂幫你補習 補到你一定要有幾個A 考試這些 他也是教你的老師 而且特點是他還要找一些方法 很短時間的捷徑 令你達到某些要求 他也是教了你的 授業 但問題是 他也會解劃的 他要懂得教你的 但問題是 最後的傳導 和他本身的目的 就是在我們傳統上的要求 有點不太同步 因為他令你擅長去做到某個目的 是因為他要自己 想有更多收入 金錢的雀眼可能會更重 即是說 所業社會就看錢分上 就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在教育上有點偏離 但我們不可以說這些是不對的 只是一個社會的產物 我們又用一些例子去看看 然後這個老師 他又是一個補習老師 他就是英文科 和英語運用科的導師 而且在公開考試中 很多次都貼重題目 很厲害 首先他要有一定的智慧 要聰明 聰明 要有一個方法 他聰明不夠的 他還要怎樣聰明 令你能夠接受他的一套 可以做到 因為你一定要達到那個效果 才可以令自己提升自己的地位 以及賺多點錢 而且他一定會比較聰盡 我們看到這位最大的特點 整個相 你會被他一個地方吸引了 那個地方就是對眼 很聰明 清瘦聰明 所以德黎是比較無盡的 記住 不是眼大眼細的問題 他眼大 但是小也可以 只要他的光是這樣的光就可以了 他為什麼會走這個教學的一套 因為他比較清瘦 清瘦就是要在名氣上發揚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方向 適合他的上格 所以他在前才那裡 為一個追求的目標為主 而且他應該很年輕 我看到他的眉眼那裡 已經可以有發揚 三十多歲 然後我們再看到一個 補習老師的例子 他就是教中文科的補習老師 而且補習界首位辦獎學金活動 對… 在2012年去中國漁民科 有七百個學生 都獲得到五級以上的成績 對 是比較有名的補習老師 對… 這個看起來還有吸引力 因為他像老師 比較穩重 因為他整個面型 比較和諧 是比較和諧 有些面圓圓 很臉厚 但是… 為什麼他不是傳統的 有什麼分別呢 第一,就是眼神 這個眼型比較小 即比較合長 比較小 但是它的銳利 我們都看到了 隔著眼鏡可以看到 這種是一種進取心 是一種要求要去搶 我們叫做扯,要很多東西 還有一個特點,比較少見 就是我們有少許耳右肩腮 看到嗎?就是旁邊這些位置 就是下面這些骨,就是下巴 這個位置,兩邊都是的,看到嗎? 以前說什麼封字的面型算不算? 它不是,封字面型要有少許耳朵 它不是,它是耳後見塞 這個耳後見塞是一種比較現實 比較算計,計得很準的 你也說是貼的,很到位的 不會說廢話,總之就是鳳凰無寶不樂 一定說的東西出來也有優勢 即是值錢,這樣 所以它也是行另類的教師 其實也很適合,而且它也是成功的 這些另類老師也是商業社會下的產物 我們有好老師,也有好學生 不過現在很多時候學生 都不懂得怎樣去專師重道 這件事在中國傳統中 已經是很重要的東西 既然是這樣,專師重道 這件事會不會有面相特徵 可以看得到嗎? 可以的 因為現在的人比較商業化的功利 他們會想著學一件事 特別是一些技術性高的 或者學有專長的 他們希望達到領域最高的成就 現在在跟老師的關係上 就不算太好 所以我們傳統的專師 這個專是一種尊敬的意思 你要執弟子之禮 現在人們又缺乏了這件事 要做到這件事的話 其實它在面相上 很重要地在眼睛 會讓人看到這種順良 我們稱為順良的特質 然後才談到其他東西去配合 即是奸狡還是忠誠 恆心那些是必須的 這種順良是必須的一件事 它才會做到你要求的 所謂的專師重度 我們看看接下來的一個例子 之前提過沈金康的一個學生 很出名的學生 黃金寶 從他的面相上 有否看到這種專師重度的特徵 看到的 因為這位運動員 我們全香港都認識他 我們知道他的毅力很厲害 問題是 他如何看得到專師重度 我們看兩件事 第一個是眉 第二個是眼 眼神 可以看到他很純品 大家都有這種感覺 還有唐眉很柔順 以男生來說 他的唐眉就是… 雖然粗和深色 但也很柔順 要粗和深色才有毅力 要做這種運動員 運動員 他的堅毅就是從眉色 粗柔 但他很順 沒有角沒有性 很順 兩堂眉也是 大家看到 眼睛也是很柔順 很柔順 那些堅毅當然 柔順得來 不是弱 他是強 如果弱的話 又柔順 打一句 抹一句 踢一腳才動 就不行了 他有主動性 而且他的輪廓很深 還有那種堅毅 在臉形的輪廓上反應出來 而他的專師進度就是眉眼 好,我們再看一些例子 這個例子 他是一個網上的商業騙徒 就是靠轉手 一些領養的貓、狗 的騙徒 就像你這樣說 要心腸好、善良的人 才會懂得如何去專師種度 可能這一位 就未必懂得如何去專師種度 應該是 因為第一 唐尾 是粗得來 比較嫩 最主要是 不是眉 而是眼 這些叫做眼顎 我們都學過 人的眼睛比較善 雌眉善目 眼顎 還有一件事 還有兩件事 就是鼻 我們看到整個面型 它的比例 過小不要過大不好 鼻在中間 我經常說大鼻大鼻 這些就是大鼻 一看就很典型 所以沒有說錯 大鼻的意思是比較自視高 容易目中無人 這樣的性格 你很難 不要說是專師種度 你父母也未必尊重 還有一件事 加上兩個拳 拳骨很高 還有搶眼眉 你眼顎 鼻大 拳高 只有這三個條件 就足夠令他不能夠專師種度 現在很多人都標榜要平等 很多學生都會懂得 據你力爭 但又不懂得專師種度 甚至會惡然雙向 其實每一個宗教都在說 修身立德 道教是說 欲修先度 先修人度 修到即是要做一個好人 但怎樣做一個好人 只要做到上善弱水 凡事都要謙虛待人 不敢為天下之先 其實老師和學生的身份 是有所不同 但不是一種對立關係 做老師的應該慈愛 關心學生 而做學生的應該懂得 去專師種度 這就是中國人很注重的 一種傳統的關係 私生關係 就好像我們說的 上次下校的一種人倫關係 自然就可以達到和諧之道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